让一层 那你们穿的校服 当年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你吗 对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好青春 这么嫩的吗 我现在老了是吗 这应该十几 十六岁 我十六岁 因为当时是我们要统一那个发型 叫一中一表检查 对 会有 还有跟拍的 这可能就是当时 上一趴说的要拍照的 那你那个时候就是拍照还是很懂角度的 你看到没有 对 看这个下额线 我们那时候就留下来的习惯 现在也会 讲究 错过来 对 我们那个时候校服基本上也就是白衬衣蓝裤子 还有短的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学校的 这是我跟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 我们出去玩 这个不是我的校服 这是我小时候 要干嘛呢这是 我们当时练跳舞 拍照姿势和我们果然不一样 这又是 这应该是宝建峰同学 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个就标是正二八年的标准的照片 就是那个报名照 对 有个季的红领巾 穿个小衬衫 一个报名照 我们那个年代都有这样的照片 就是放在学生手册 没错 是吧 贴一张这个 对 特别盼望二年级就能够戴上红领巾 没错 对 一年级还要考察一下 这个发型洋气了 这是你们学校的宣传照吧 好乖 没有 是我高中手拍的 高中拍得这么洋气 确实是艺术照了 修过的 但是对 韩哥你看看我们当时拍的啥样 我们夺一本正经 你那个叫一本正经吗 你们那个时候还是一本正经 我那个时候是出去玩 你那个叫驰边救人 你知道吗 驰边救人 这又是哪位老师 这是哪位 这是哪位 这是哪个是哪个 不知道 这是谁啊 这个应该是贾章科老师的电影海报 对不对 我没有 我没有 韩哥 正对着您的那位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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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在下 哪个 什么 中间正对着 正对着面向 面向镜头 面向镜头 头发 头发不一样 发型 你这张照片会出圈的 对 而且它很有故事 对 真的很有故事 是那个青年公车站那个站牌 对 特别像贾章科的那种导演 像什么 站台啊 站台 是吧 就出去兜数了一天 什么都没卖出去之后 三个哥们在一起又会合了 是 很亲美 因为当时是议考的时候在天津 然后突然发现一条路的名字 然后突然发现一条路的名字和我们上学的那个学校的名字是一样的 就留下 然后就留下这么一个 我从来不想回忆起的照片 帅 帅 小西京 发型真的很重要 我们那个时候流行的叫类似飞机头发 这是 这又是 哇 胸口全是白木耳你看看 是 没有 是家里泡了一天的银耳 银耳 就是银耳嘛 但以前却是流行这样的 对 快来男生的活 那个时候的头发真的很流行 就是 后面吸止烫 前面要拉直 刘海儿 然后走路的时候一定会这样 你甩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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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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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 其实你已经吓我一跳了 吴森林 你比我还过分 是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 第一天进大学 然后就给大家记个银 就给大家记个银 拍的照片 哇 你那时候的头发是这个样子 我是一个泰迪的中分卷 然后那个时候还戴着眼镜 哇 这个是 我不想站到那边 站在那边难受 这个是在画室 高中的时候在画室 然后我们 浅丁可输了要当模特画室写 然后我当时就被抽中了嘛 就摆了一个 好可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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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分吧这是 是不是你了 第一排是给大家做示范的吧 带着大家一起说 来 今天就是热身之类的 要在什么带着大家一起 天啊 我都不知道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 反正小时候练舞蹈的时候 哇 拿起 这就是标准的少先队员敬礼 对 因为我们的红领巾 是这个五星红旗的一角嘛 他这个还是等于是在仰望红旗 对 眼睛里还充满能 有戏的那种 这是最标准的少先队里 好可爱 都好会拍啊 好可爱 是我十七岁 好可爱 好可爱 他在这七七 你看 好可爱 好可爱 那个是我们校服 校服 校服 校服是这样 咱们讲学建筑嘛 要去那个 对 要做泥马匠的 初中高中大学都是不一样 我今天穿就是大学 我们大学呢也要穿校服 哇 为什么和你昨天一模一样 你现在和十七岁一模一样 你看你们两个拍的那个什么东西 实不相瞒 刚刚那也是我的十七岁 天哪 刚刚那个也是我差不多十七八岁 真的 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 好像不一样 你看 不看不知道 不同年代拍的那个照片都不一样 不不不 同一个年代拍的照片也不一样 对不起 还是人的问题 对不起 气质啊 审美啊 下辈子助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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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每次来说 Т Weil Rein